是不是在黨內有宣佈說要找周台族當秘書長 然後周瑜秀當你的晉辦主任 然後陳婉會當黨團主任 陳婉會去當立委 為什麼當黨團主任 你們是不是知道因為陳婉會要當立委 所以你們要再找一個來當黨團主任 黨團主任當然要找人 因為陳婉會他去當高雯安的位置 他要鼓勢當立委 第二點 這個我們也沒有 我們現在也沒有在靜遠辦公室 最多是什麼基金會或是智庫的這種執行長 所以根本也沒有晉辦 所以說秘書長現在還在徵詢階段 所以常常是這樣 不要把這種草案拿出來 講得把天花亂醉 那所以周餘修跟周台族確實是有徵詢他們嗎 其實重點不是徵詢他們 常常是要徵詢其他人的大家的看法 市長在這個名單裡面沒有太壁羅 然後大家解讀說最近跟市長這邊 兩個人之間是有一些心結嗎 這個倒是簡單的 因為他要先解決他那個論文的問題 他也在做一個很龐雜的工作就是說 如果要用他的論文來做標準的話 那現在電腦很發達比對你知道 我說他們現在想說如果用他的說他這個論文涉及抄襲 如果用他的論文當標準的話 我看喔大概沒有幾個會過關 所以他最近現在忙這件事情 等他這個事情忙完以後我們再來處理其他事情 未來在黨中央這邊還會有重要角色來交替給蔡壁蘆 一定會有的啊 他是戰鬥力最強 只是說他現在要把他論文的問題先解決 可是有傳出說之前在黨內會議的時候 有一場會議找來了蔡壁蘆 然後當時主席有不太開心 然後有繞狠話說2024不會有蔡壁蘆的角色 有這件事情嗎 這一定是遙遠 謝謝